运球是持球队员在原地或移动中 用手连续按拍将球由地面反弹起来的动作 第1运球 错误动作1运球时 低头眼睛 为环顾四周 只有低头注意运球 运球 错误动作2运球时的另一只手臂 为抬起保护球 高运球 错误动作1运球时 眼睛看球 为注意四周 只有注意运球 高运球 错误动作2运球时的另一只手臂 为抬起保护球 正确高运球 动作示范 上体稍前请两肩正对运球方向 原地前方V字换手运球 错误动作1运球时 身体重心 为随着球的移动而摆动 正确原地前方V字换手运球 动作示范 上体稍前请两肩正对运球方向 双眼注视前方 运球高度约在腰和膝部之间 原地前方V字换手运球 错误动作2运球时的另一只手臂 为抬起保护球 正确原地单手V字运球 示范动作 上体稍前请双眼注视前方 运球高度约在腰和膝部之间 右手前引保护球 左手前后V字形运球 运球的注意事项3 合理的手臂动作 为了扩大控制球的面积 运球时 因五指分开 手心控出 用手指和指根部 以及手掌的外圆接触球 运球方法不同 运球的高度 幅度 方向不同 运球的手臂动作也不一样 提前各种运球 一般以走关节为轴 同前臂和手指手腕的力量按拍球